有没有可能贝加庞克的广报电话虫在黄远手中 这样吴老星再怎么找也找不到 而且这样黄远的人设就立住了 这个假设太大大了 我很喜欢 首先电话虫对于黄远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 因为他第一次正式登场的时候 就拿着窃听电话虫 还不会用 黄远一直是老演员的身份 他和贝加庞克本来就是朋友 弹头倒的大战对于黄远来说真的是太痛苦了 他把他的徒弟朋友一一痛击 最后他也是表面上所谓杀死贝加庞克的人 他非常痛苦 而且他也是曾经和贝加庞克 波尼和熊一起跳尼卡舞的人 这是黄远站在太阳这一边最有力的证据 所以不管是做朋友 不管是所谓的真相 不管是站在太阳这一边 黄远都极大可能会帮助贝加庞克 来年现在香波蒂 他和熊本来就认识 但是已经就在演戏了 来年之后再单头倒 在负责杀死贝加庞克之后 广播电话虫也正式开始广播 而且就是通过全世界海军的装备来直播 所以可能那个广播电话虫 真的就在大将黄远手中 远古机器人 包括弹头倒的一系列电话虫装置 都只是演示 真相可能就在二教手中 没法塔虫装置